诚实的孩子 从前有一个年老的国王 他给城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发了一粒花种 他对孩子们说 你们当中谁种的花最美 我就让谁当国王 有个孩子把种子种在花盆里 天天浇水 但花盆里什么也没有长出来 到了送花的日子 别的孩子都送去了美丽的鲜花 但这个孩子送去的只是一个空花盆 国王问他 你种的花呢 孩子流着眼泪说 我的花种什么都没长出来 国王笑着说 你是个诚实的孩子 就让你当新国王吧 原来国王发的花种都是煮熟了的 是一路有没有人在这里 我觉得是一路上的 每个人都没长到 无论到 无论到 我看你什么都没长到 让你先生 不罢了